你知不知道南書豪嗎?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南書豪嗎? 南書豪? 不懂的 你知不知道南書豪嗎? 不懂的 你知不知道南書豪嗎? 不懂 你知不知道南書豪嗎? 你們連南書豪都不用剪打籃球 結合了 這裡有一本解釋門介紹南書豪的 你們要不要看 你知不知道 除了香港有一位神奇小子之外 在籃球界都一樣有一位神奇小子 讓我介紹一下這位曾經令全世界都為之瘋狂的籃球員 林書豪是第一個美籍亞洲人 在最高水平的籃球比賽NBA出場 他憑著非一般的堅持和努力 在NBA打出名堂 更加創造了臨來風的神話 就是 林書豪的到來令人瘋狂 在神奇小子 林書豪的這本書裡 就有說到 原來林書豪在爸爸的影響之下 小學就已經開始意外打籃球 中學時期 更加代表學校雷創佳職 贏過不少籃球的名校 正當他以為有機會 居住籃球方向的場 進入一間著名的大學 繼續向籃球的名追隨的時候 居然讓一間大學向他招手 如果你以為林書豪只是掛著打球 而沒有用心讀書的話 那你就錯了 原來在他媽媽的引導之下 林書豪一直都有努力兼顧好學業和籃球兩方面 書裡也有說到 林書豪在訪問中 怎樣看他媽媽對他的人道和鼓勵 我就是林書豪 你為什麼想訪問我 我想問如果你讀書成績 不是那麼好嗎 你有沒有進入哈佛大學 當然不行 幸好有陸父母讀書我學習 這樣才能進入的 我讀林書豪 你可以問我嗎 我想問你 阿佛剛剛讀書的讀書多些 還是讀書多些 當然讀書多些 要讀書多些 要讀書 為什麼可以問到書全 自從有了林書豪之後 原本籃球成績普通的哈佛大學 逐漸都有所提升 而隨著不斷的磨練和比賽 林書豪更加逐漸被譽為最有才華的 12名年輕籃球員之一 即使是這樣 大學畢業之後的林書豪 去參加NBA選壽的時候 居然未有得到任何球隊的賞識 他到底又是怎樣進入到NBA 開始了他的生涯呢 那就有請同學子 自己借閱這本圖書的時候去了解 我在這裏想和大家分享多些少的是 在林書豪的故事裏面 有一些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特質 其實林書豪在他的籃球生涯一直都並不順利 無論是中學的時候 差點進不到大學 還是在大學打得很好的籃球之後 都居然得不到職業球隊的賞識 就算他是幸運地能夠有機會進到NBA之後 他都不是一開始就能夠成為受人觸目的球星 但是他每次遇到困境或困難的時候 他都並沒有放棄 而是一直堅持努力做好自己 等待機會的來臨 等待機會來臨 你都沒有機會落場的 我要時刻準備好自己 要訓練自己 等機會來臨後 我就可以為球隊爭光 當他知道第一家NBA的球隊要簽隊的時候 他是十分高興 但是這支家鄉球隊 今週勇士並沒有給他很多機會 而他一直都是做著後備的角色 前轉之間 他去到其他不同的球隊 但是仍然都沒有機會表現自己 而當他去到球隊紐約人的時候 他都仍然是做後備的角色 沒有機會上場 而在十三場比賽裡面 球隊已經輸了過去的十一場 當林舒浩準備要放棄自己 覺得沒有機會再在NBA蠟燭的時候 機會突然之間就出現了 因為球隊已經去到谷底 一直不停輸 一點起色都沒有 所以當時的教練就覺得 就算讓林舒浩這個未夠的球員 去嘗試一下都沒有所謂 或者可能帶來一些新的轉變 沒有人猜到林舒浩就像龍拳風一樣突然出現 令到全世界都為之驚嘆 他神勇的表現越戰越強 竟然為球隊連續帶來七場的勝仗 這一個超新星的出現 令到當時的籃球傳奇 高比拜仁都曾經這樣稱讚他 大家好 我是高比拜仁 好像林舒浩這些表演那麼有瘦的球員 通常不會突然之間彈出來 他們看起來好像突然之間彈出來 但如果你仔細回想 他的球技或者一開始就已經那麼厲害 可能只是被人fush了 沒有機會表現出來 那沈sir和蘇sir的分享暫時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認識多些林舒浩的故事 歡迎去到圖書館借完這本圖書 那你就可以認識多些 學習一下林舒浩的堅持、努力和謙卑 評論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好的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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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